李傑明這一段仍然很吃虧 仍然貼得住 對,我看上去似乎是五波打 沒事… 幸好李傑明沒事 後面那兩部車都沒事 嚇到馬上打你 潘君臨 潘君臨頂不住 其實他看到後鏡 後面那兩部車越追越迷 希望不要出紅旗 因為現在李傑明 李傑明如果出紅旗也沒有 因為他第四個… 第四個… 應該大會也有指示 出安全車一定是怎樣決定 因為最後一個圈 你這樣撞到,放在一個位置一定危險 大會一定會有動作 但是安全卡應該帶完了 即是李傑明… 即是紅旗也好,升旗卡出也好 都是得利的 很可惜 很可惜 潘君臨真的有壓力 你看他後面 想不到兩部車已經追近了 這樣就是… 最後一個彎這樣 其他車就要注意 這個位置是非常危險的 千萬不要發生其他碰撞 再看看這個彎其實是過速… 沒有了,救不回來了 救不回來了,蹦了 幸好車子彈出來不是彈得很厲害 不過你看明… 很快 即是…一撞都掉了一點點 你看看,反應多快 高速進入這個彎 突然看到有彈出來 都可以救得到 厲害,但是很可惜 如果按照現在這個… 情況發展下去 李傑明最終… 相信都只能夠拿到第四 因為按照… 剛才剛剛衝線這個圈 那個成績去排 中華台得車手 39號車的張維仲 仍然在李傑明前面 是的 正如你所說 李傑明的反應 真是… 張維仲起碼看到事件 發生甚麼事 第一個避倒 李傑明當時車一到的時候 已經前面的輪子 已經…對方的輪子 已經放在他面前 即是… 很危險 剛才那個鏡頭 好,結果現在看到安全車 將會帶著一眾車 去完整一個圈的賽事 好,謝永堅 無驚無險,由頭帶到尾 即是無論車也好,人也好 他在這個組別裡 都是高一班的 我看得到 加上隊友 兩位…兩個平治車的… 菲利加道里也在第二位 即使沒有一個單檔 或者是戰術的運用 其實兩部車都… 都相當之超級的 真是人車合一 這場的比賽也很精彩 精彩… 雖然頭一、二車已經拉開了 沒有氣體 但是後面搶這個… 班長台最後一個席位的… 第三名 其實有四部車去競逐 是的 很可惜 香港車手本身的形勢 就是非常之好 19號車的潘君臨 但是到最後 因為自己的意外 沒有辦法 完成賽事 變相 就是後面 這個… 19號車的 中華台北車手 張維仲拿到貴軍 至於李傑明 就… 很努力 但是起步的時間 就是發生了少少碰撞 導致跌造大陸 對… 對…